凉赞的列宁广场2022年 列宁乡 列宁乡后面是邮居街 天气好天暖的时候在这个街口这有一个 叫尤瑟夫的 在这摆一个秤然后 在梁赞这边 给人秤体重有 好几十年了 去年的时候因为疫情 大家都在家待着突然有一天instagram上面 有人发了他的一张照片 好多人都问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所以这个人在梁赞的 分量还是 挺足的因为他 他那么多年始终就是 价格尽量没有涨 我刚来俄罗斯的时候2002年 那时候秤体重是两卢布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好像涨到五卢布了吧 这个人还是挺受当地人喜欢的 现在我们去 前面不远 有那个冰雕专门给他钓了一个冰雕 前两天我看新闻 上面报道了 这边是梁赞的安全局 看这个楼这么雄伟 就知道梁赞这个地方在 俄罗斯 这个军事地位有多么高 因为这里面有空降兵学院 这次派到哈萨克斯坦 维护这个当地治安的 俄罗斯就派的是空降兵 俄罗斯的空降兵是他们的 王牌军队 在俄罗斯空降兵的地位 非常的高 8月2号是空降兵节 那天也很热闹 我们之前视频也有介绍过 这个地方 叶塞宁曾经 从这里触发 最近当年是个征兵处 路有点滑 这是老城酒店 之前视频也有介绍过 这边是中心市场 四星级酒店 这两天下了非常非常厚的雪 这家酒店的装修风格 包括这附近都是英伦风格的 下面冰雕展 虽然不是很多 被雪被覆盖了一些 有的都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独角兽 被雪覆盖了一些 有的都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独角兽 网红大爷 两只兔子 这是我们学校的 两站医科大学 这是一个实习记者 在做采访 一个实习记者在做采访 我爸在关心 吗 比如说 那比如说 在我们的中国 人和我们的大宝 Knight 哎您類伴 Reform�� would go,あっ 주는 there 那麼你的手跟書 我 Mengofuit我推 Mercator 你可以去派蘭派 不賊無法� 所以用功這ALM cont活 我回awning entsche岸繩 我今天大 divisions 就毋到群れ 我六一大 Was 我又在某医院 There是政府一公署 仙人 那 somehow 六十一 我有走 雙胯 爲上 我 говорил 我都把他呔車 當我去 以上